每逢佳节北四千一到过节的时候 在冬季来年之际我们全家在海外 我们上一次吃粽子是去年的端午节 在基辅 那都是一层里的粽子 我们拿了这些计划 里面有不同的铁铁 这屎是现在的食材 为什么要把肉铁铁 还买来了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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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 知道这是什么这些吃的粽子吗 它是酱油 没有那不是酱油 这就是瑞士 刚确水 就是这个蒟叉 裻草 刚确的 nasıl有一种生气 这就是存绰器 Libdi 国内一般吃糖 蘸糖吃对吧 但是今天我就不给它弄糖 而是吃点蜂蜜 我看这个粽子是哪儿了 包装我看 谁做的 我都不说了 我就告诉大家这是浙江省的 嘉兴市的 谢谢你们嘉兴市的朋友们 老乡们 红包们 真不容易 浙江省嘉兴市的 这边是南部的东西 这里是在湖江省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 几个距离的 几个距离 几个距离的 小一万 这几个距离 八九千 你看看 你试试试试试试 这是浙江省的 我记得有这个 这就是浙江省的 来点蜂蜜 有肉馅儿也好吃 辣肠馅儿 不错 家庭味道好吃 这个菜必须要提到的就是 咱们哥德堡的华人华侨协会 那天我们带着孩子参加这个活动去了 看来咱们中国的民意典出 或者是想让孩子们更多的了解咱们中国文化 是吧 正好那天是咱们中国驻哥德堡的领事馆 还有就是哥德堡的华人华侨协会 算是一个联欢会吧 哥德堡的很多的中国同胞 华人华侨都有到场参加这个活动 说来总的 本来是没有我们的嘛 然后咱们华人华侨协会的志愿者 挺好的 给了我们一袋粽子 还专门给孩子们每个人分发的底品 我礼品里面包括有咱们的中国的图书 这是非常好的 中国小吃 饮料全都是中国的 很短心 而且还有中国的一些手工艺品 让孩子们自己动手 制作一些玩具啊 绘画啊 反正我觉得啊 真的说实话 搞得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呢 感谢你们 感谢大家 我们一家人能够在咱们中国四大传统节日啊 吃上咱们家乡的美味的粽子 赢了 我不得控制一下 不能吃了 那 大家小伙伴就知道了 端午节吃粽子 看龙粥 是不是 嘿 嘿 嘿 后边挑骨子 两边滑了 是吧 来 美风佳节被自侵 一到过节的时候呢 我们作为海外的这些游子们 哎 同胞们就更加的思念想念祖国的亲人们 父母们 啊 在这儿呢 也向国内的父老乡亲们 叔阿姨们 兄弟姐妹们啊 抱一声节日的问候 也祝福咱们的父母们啊 身体健康 长命百岁啊 端午节快乐 节日快乐 干杯 这个龙粥呢 就是那天在哥德堡参加这个活动嘛 然后人家送的 挺好的 手工一品 让孩子自己做 记得这片国旗不记得 其实对我来讲 它 挺重要的 为什么呢 呃 我这片国旗是从乌克兰带出来的 其实很多东西都往家了 都落了家了 但是这国旗 它在桌上 竖立着 我特意给它带出来 大家看我原来的视频 录视频啊 录节目啊 呃 背后出现了那面国旗 那面小国旗 就是它 啊 它代表着我们对家乡的思念 对祖国的思念 也是 代表着一段 对乌克兰的回忆 啊 就是这样 我们乌克兰那边 其实事情还挺多的 这两天一直心乱 因为 哎好多事情啊 回头给大家讲吧 不是那么太 不是太好 压力很大 但是没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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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 会 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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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是喜欢的我说 会好的 不许是喜欢的 那 不许是喜欢的 行吗 帮我一块了 他真的喜欢 我也喜欢 还真没喝 你也都是喝 你也没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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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一下啊 上次的鸡腹子 种了它就吃好多 别吃饱了 这都给你吃饱了 这么多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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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 拜拜 拜拜 不要老关注 关注关注 点个赞就行 别的不要求啊 点个赞 向你推进 点赞 拜拜 拜拜 在这种集来信之际呢 我们全家在海外 祝大家工作勤奋 众顺利 事业兴旺 众成功 生活惬意 众满美 万事无忧 众好运 祝大家端午健康 幸福快乐 耶 今天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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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